这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 共招募了3570名志愿者 分别来自遗族 歹族 哈尼族 独龙族 白族等在内的17个民族 充分显示了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也展示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风采 在这其中有一位幸运的女孩登上了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 我们一起来认识她 我叫施晓月 今年20岁 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圆 也是一名哈尼族女孩 施晓月是哈尼族 她的老家原洋哈尼梯田 是我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这里森林 村寨 梯田同生共存 鱼鸭 水田 央苗构成的生态系统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独有的生物多样性 上百年留存下来的茅草屋顶模糊房 被专家们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 哈尼族建筑群 我们的头饰和衣服都是全手工红制的 所以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图案 都是每一件跟每一件都是不相同的 没有一件会相同 晓月说 最爱家乡的水 哈尼族人把梯田流淌的水 称之为山神水 水流是血液 沟渠是血管 这是梯田的生病所在 但哈尼梯田的千年传承 并非一帆风顺 是晓月说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家乡 阿者柯村的变化 过去 村子里一半劳动力外出务工 村落空心化趋势严重 怎么留住人 这几年 当地政府推行了新的政策 对全村的蘑菇房进行修缮 交给村民发展农加油 改造升级了水碾房 烤烟房 豆腐房 染布房 村庄留住了人 千年的传承也留住了